8月28号,南宁轨道交通5号线项目首列车在南宁轨道交通集团纳宏车辆基地卸车交付 这是广西首列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列车 南宁地铁5号线共配置列车24列,车辆以蓝色为主色调 车体侧面采用拥水蓝腰带贯穿列车,与线路主色彩相互呼应 南宁轨道交通5号线项目为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区首个商业运营的全自动驾驶地铁线 南宁5号线车辆采用的是GOA4等级的全自动驾驶技术 车辆设计应用了多项的新技术,科技含量高 其中最大的得点是车辆的智能化程度很高 车辆从库内唤醒,出库,正线运营,到洗车,到入库,全过程呼吸人工干预 南宁轨道交通5号线项目列车最高时速80千米每小时 列车采用先进的全自动控制解决方案 对各种故障场景实现全自动控制 应对列车运行过程中的突发故障 列车运行时若遇信号丢失 列车会启动25千米每小时的蠕动运行模式 低速运行至站台,保障乘客安全 此外,南宁5号线列车应用多项新技术提升列车运行效率 在安全性能上安装多重智能防护措施 保证无人驾驶列车的行车安全 我们列车在出库运行之前 会在库内进行一个质检 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 只有将以上三项测试完全合格后方可载客运行 列车安装了专家检测系统 公网检测系统以及扎物检测系统 在列车正线运行过程中会提供一些预警信息 保证列车的行车安全 列车采用全自动控制解决方案 对各种故障场景实现全自动控制 应对列车运行过程中突发事件 南宁地铁5号线线路全长20.2公里 预计2021年12月28号建成通车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